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提出400多万 参考了很多 但是其实这都是有技巧的 这当然咱们不也妄自评论 比如我提这么多 实际上我也知道 我可能拿不了这么多 这里面有个关键的理据 400多万 现在这个判下来 这个蛇翔林将获将近46万元的赔偿 提出400多万 最后拿到40几万 十分之一 他那400多万主要的理据有380多万 是什么呢 精神赔偿 可大家都知道精神赔偿在我国法律语焉不详 那么这项就没法说 没法说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这40多万 40多万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就看中人家40多万 对了 如果有一笔钱是这个 京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为京门市中院当时错判了 京门市中院支付的20多万元 这20多万元呢 还有呢 这个京山县政府支付的20万元 家庭生活困难补助金 那么他这个钱是按照国家工作人员 每天的平均工资63块8毛3进行计算 年工资呢 就平均每年就16024块 所以得出蛇祥林11年的牢狱之灾 可能得到的赔偿金大约是25万6千元左右 你明白吗 按照这个每天工资60多块 他赔20多万 再加上这个县政府 再给他20万的家庭困难什么什么补助金 加一块 这就是一个40多万 他接受了吗 现在 他说呀 他说这个我迫切希望的是 这钱40多万就40多万 但是尽快拿到手 因为我需要这些钱盖房子 还有治我的病 为将来能工作治好病 如果可能的话 还要娶老婆 过一个正常人的这个生活 你看 就是你刚才讲的 他说他现在有病 当年给打的 因为你制造UIS 他当年有他的口供 他承认了吗 他当初认罪了吗 认罪了 但是呢 我采访过 我没杀过他老婆 蛇祥林说是刑讯逼供 说的细节都讲出来了 刑讯逼供 按说你有刑讯逼供的情节 你公安局也得赔呀 对对 可是现在问题在于 刑讯逼供的情节有证据吗 你也知道 很难有证据 而且即便有了证据 咱们中国 你看这个 可有意思的 有了这样的证据 也还要京山县公安局受理 明白吗 他是告公安局逼供 然后还要公安局受理 对 比如说如果您觉得 您这个刑讯逼供给打伤残了 你要提出证据就让公安局来裁决 公安局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他打了你最后还是他来宣判 我有没有对你刑讯逼供 你说这事就几乎等于没法赔 这只有共产党有这个胸怀 自己的错误自己改正 公安局虽然在党的领导下 他可能没有我党这么光荣伟大 对不对 很难做到 对不对 我觉得现在这个赔赏 刚才下了这个四十六万 那我现在发现这个最近赔赏 好像逐渐逐渐的形成 好像一种标准了 如果他这个认可的话 类似的都可以拿你的过去的工资 作为赔赏依据 可最近就是 最近矿难不出了好多事吗 山西省政府呢 最近出了一个文件 就是地方法律规定 就是说如果矿难死一个人 要赔赏这个死者二十万 这二十万的标准怎么来的呢 实际上就是前段那个广东矿难 就赔 然后赔的每个死者家属呢 给赔了二十万 那么如果这个成为全国的标准 因为这地方上已经几次执行了 可能逐渐的会不会形成 就是全国只要是公难 公伤造成死亡 是不是每个人就该赔二十万 因为现在山西省有了 地方法律规定了 广东也有列案例了 那么这样的话 你要说按这个标准来讲 他这个四十六万呢 等于他减了两条命 命才二十万嘛 对吧 现在就是说这个 逐渐逐渐最近这个矿难 中国人命二十万一个 现在就好像逐渐形成一个标准了 现在标准就是 二十万是一条命 可是前段香港那个小男孩 被他继母请的杀手来砍他的胳膊 现在 现在啊 砍他胳膊 砍是砍伤不要命 是多少 三万块钱 三万 三万港币可以砍断一个人的手 我原来知道 那黑社会 有时候请教神港骑兵啊 就如果你在香港得罪了黑社会的人 或者得罪了某人 你去买杀手的话呢 一条命的 取命的钱呢 是五万块钱 这么便宜啊 手才三万嘛 这么看 就咱们这个白社会 还是比较重视人民 你开玩笑 因为我 我听说过原来这个 东京的那个新宿那边 黑社党 他们要是要取一个人命 好像相当于一百万这样 就是说你要叫某人杀一个人 后来韩国的去了 说降到八十万 后来中国大陆的介入了以后 说二十万就行了 就是说打击了他那边的黑社会的市场啊 这个人民市场啊 大幅的降低了 造成了不公平的竞争 全球化造成的情况嘛 可是你说五万一条命 这又简直不开心 但是就你们说的 这都是江湖上的事 这个价格是比较混乱的 江湖 江湖 不一定 我还听说有的那个五万的 十万的 这都有过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这关系拘论要杀谁啊 穷嘛 你就说这些矿工 为什么敢冒着生命危险去下矿 他下矿一个月能挣到 两千块三千块 甚至还要更多 但是你做什么活 一般人能找到两三千块钱的人工啊 现在你就是 广东地区这些这个 我们做工厂的一些人啊 都知道 这个价码 请一个农民工 来你这里做这个工人的话呢 一个月就六百块钱包干 所以我现在就感觉啊 这个也不用慧言啊 人跟人还真是不同 成心力承受能力 对钱的这个衡量方法啊 真的是好不一样 这个你比如说 摄像林坐十一年的牢 现在赔他四十多万 他也要 对吧 我就设身处地要假想我呢 我想你要做 冤枉我坐了十一年的牢 四千万 你赔我四十多万 我如何不能接受 对吧 你看这就是怎么该该怎么衡量 你说这个其实不是人命的价钱 这个二十万是什么 这个二十万这个数字 就使得矿工的家属 觉得他有一个赔偿了 就是这么一个数字 就是他不 他绝对不能理解 是说这个矿工的人命的一个价格 二十万 这完全错 就是说因为你知道 一个矿难出来了 这么多矿工的家属 他们承受不了 那个当地政府要把这个事情 要平息下去 你怎么样 比方说你说 你说现在的情况 说每个人发两千斧须 经那些家属 跟你吵翻天 你有没有两万他也没有 二十万使得这些人觉得说 不管怎么样 这是一笔钱 他可以来办后事 而且怎么样 再说怎么办呢 当然谁都想要两百万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没有的情况下 所以这个这种数字 就像你说的非常对 它是一种心理的指标 它就是能够使得一个人觉得说 哎 我有一点赔偿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赔偿了 完全不是纯粹的一个价格关系 所以我现在觉得 我们这些坐在空调房里的神 也就是说 尽其所能的为老百姓说两句话 但是实际上 你那是站着说话 不要疼 好多事本 你很难理解 你比方说我们那个记者 就那个星宁这个矿难 你要去采访 咱们想象的很多家属 那当然是哭成一团 无限凄凉 对吧 可是呢 这记者也发现有些家属 自己的丈夫啊 什么儿子在那个底下啊 表情冷漠而麻木 这我听好几个记者给我讲过 在记者旁边还跟记者说风凉话呢 说没用了 抽什么水啊 从里面听说过 这么大透神事故还能活着的 早死了早死了 说你们怎么这样的 这说我们就等着 赶快给我们钱 拿了钱我们就走 后来说 那是你的亲人啊 你明知道中国矿难老死人 你还让他下井 你说他说句名言吗 他说 他们生的孩子还特多 有的生八个孩子 他说你说怎么办 我们知道会死人 他说但是 也就知道能拿这二十万 这叫什么呢 牺牲一个人 幸福全家人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为什么我说 这个很多事咱们不了解 咱们这个 牺牲三言行 那个BBS里 那天我看见一个帖子 就有一位网友说 一个月挣1000块钱的工资 他的生活会是怎样 你看他算个账 每月工资1000块 300吃饭 200交际 100读书 买盗版碟 衣服鞋袜一堆 平均50块钱 盗版碟够便宜的 然后4块钱一包的香烟 共花去了 再加上抽4块钱一包的香烟 共花去650 还剩350 一年4200 就是要15年的时间 能交一套商品房的首期 如果要房价上调的话 他就得20年 20年 工资可能也得涨点 这么再减3年 患病再加6年 感冒康泰克10元 医药费100元 无法避免天灾人祸 一份保单再加5年 30年结婚 搬进新家暂不装修 月还款1000块钱 那个时候肯定结婚 这1000算老婆 交际费也从单身汉时候的200 减到50 吃饭呢 从300呢 要增加一点 两口子了吗 加到500 生活用品50块钱 然后一旦有了孩子奶粉钱 不吃奶了 什么学费300 500 3000 5000 如果是儿子 还要考虑从满月就积攒 所有没结婚 所有的没结婚 都不能结婚 所有结婚的朋友 都不能有孩子 所有有孩子的朋友 家里都不能有闪失 所有的路都只能步行 即便骑自行车 也不能在外面打气 这样才能保持 每年1200块的数字 10年12000 50年6万块钱 6万就是一辈子的积蓄 虽然对某人来说 只是半辆轿车 一次出国旅游 两台等粒子电视 除了骨灰盒200 火葬费400 请用剩下的5万6000块钱 买一片荒地 把一生的痛深深埋了吧 这位因为要挣一千块钱 他这么算他的一生 这穷的意思 就是这里来的 所谓穷啊 就是在一个城市 这么一个数字 这个所有很多开销 你是没办法避免的情况下 你算来算去 觉得自己怎么都不够 这种情况下叫穷 我一直 我以前讲过一个观点 我以前在农村的时候 我觉得农民 农民从来不说他自己穷的 他只是说他是苦 其实你知道 以绝对数字来讲 他苦比现在这个1000块的 要苦很多很多很多 一个月10块钱 那个时候 就是很富了 我们就觉得 农民跟没有 他就是做一点临杂 换一点酱油之类 但他不说自己穷 穷这个概念 是在城市里 这么大量的数字 弄出来的 所以现在是非常非常 意识形态化的 我非常理解他这个 在美国 我可以同样算一笔账 我在美国过过 1000美金的留学生的生活 400美金租房 200多美金买各种各样的保险 然后100美金要汽油之类的 一个月吃东西 不能超过100美金 吃的东西 不能超过100美金 不能有任何闪失 空调车撞了 没有办法修的 美国现在你知道 这些年 最近十年 有钱人的收入增加了一倍 就是一般的工程师 最低的生活费 没有任何增加 就穷人 贼心二良的这些穷人 他一模一样还是1000美金的生活 所以要他算出账来 也还是这么一笔 对社会最不平的 还是这么一笔 不过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 非常精彩 大家都赖掉 不是这个成分 有一个调查 说你是不是中产阶级 在中国用五个城市 做了一个调查访问 结果有80%的人 说自己是中产阶级 我觉得中产阶级的定义 实际上很重要一点 就是我自己的理解 因为我觉得不能单纯靠钱的数量来衡量 而是你掌握的资源有什么 比方说你有没有开始供一个楼 你手机已经供完了 而且你的经常性收入 是保证能够继续供下去的 不管这个房子是50平方 你的意思是不买房子的人 永远都不是中产 不是不是 就是有的人是选择 像好多教授是选择租房 或者拿Lawrence拿那个来 他因为有个税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指数 第二个指数呢 就是你活动的半径 你想说你活动的半径 如果超过100公里 那应该是 什么意思呢 监狱里的都不算中产阶级的 如果你在村里住的 你永远就是走在 三公里以内的地方的人 你怎么叫中产阶级 100公里呢 你可能要用汽车 也可能要用这个火车 你这是过去的算法 过去算法 今日我中国农民 那家伙漫漫万里路啊 都是移动范围可大 你就是打工的 挖矿的 对啊 那离乡背景 离乡背景这么远 南都算中产了 上访的 春节做火车的 问题是 他矿工的 不是你想象的 他每个星期 会走100公里去干事去的 他一年走一次100公里 或者500公里 然后就在那待着 待两三年打工才回来的 你就是经常性的活动范围 文涛举个例子 你过去在一个月内 你是不是活动的公里数 加起来超过100公里 你肯定超过了 这就是证明你的活动范围 和你的房子手机练付了 可是没有尾数都付完了 对吧 有可能 因为你不能说第二套 第三套 第四套房子 咱们就说一套房子 那么西方过去定的 我知道欧洲人定中产阶级 他就是有没有自己的房子 有没有交通工具 另外有没有每年出去一次旅游 那照你的意思 新奥尔良这难民 现在全算中产阶级 那都大迁移了 要你这个算法 美国就出大问题了 美国有很多算中产阶级 可是只有10%的美国人有护照 90%的美国人 从来没离开过美国 照你这定义 100公里啊 100公里 你美国的概念 我告诉你 欧洲人所谓的旅游啊 就跟咱们中国跨省旅游一样 我们从山西省到河北省旅游 或者到河南省旅游 就是一个法国人到英国去旅游 或者一个法国人到西班牙旅游 一样道理的 所以他们说出国出国 像美国这么大的国家 它根本就跟中国人一样 根本不需要出去 中国自己各省的旅游 或者美国各州的旅游 已经足够你玩的了 空姐就是最有钱的人了 对 中产阶级空姐 枪枪塞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在网上还看见这么一个网友的文章 说发展的GDP不但可以让人失去对贫穷的记忆 而且会让咱们就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对穷人的理解 他说沈阳街头由妈妈卖儿卖女 这个母亲说因为丈夫欠债七千块钱被关起来 只好卖儿赎夫 由母子三人哭着一团的照片 那就有人议论说没人性 那至于穷到这个地步 要卖儿卖女 然后说现在碰到乞丐的时候 你怀疑他是真的贫穷 还是乞讨致富 碰到卖儿卖女 你设想他并非如此落魄 而只是在表演悲情 是的 你看到了很多骗局 你在脑海里已经勾销了某些人被迫无奈的可能性 江苏江音有一位死去的老太太 有一位死去的老太太在火化之前复活了 他说他已经装死三天了 因为害怕火烧就自己活过来了 他为什么装死呢 是因为他患了癌症 已经用了五六千块钱治病 他不愿再用子女的钱 而他一共有九个子女 所以人家又不相信了 说有九个子女怎么会穷到这个地步呢 然后呢 就没有办法理解这个老太太 为什么要装死 就是因为有九个嘛 一个人挑水喝 三个人就没水喝了 九个呢 当然就没人管了 诶 这还说 湖北省嘉瑜县有个农民 因为无力缴纳一千八百块的农业税费 被镇里啊 强行扛走了最后的五十公斤大米 这是一个黄继光式的抗洪英雄 是个抗洪英雄 他的生活现实 贫病交加 负债累累 两个女儿辍学打工 交不起每月八块钱的水费 他丧失了劳动能力 但是不是还有妻子吗 不是还有两个女儿在打工吗 怎么会穷到这个地步呢 如果你绝不相信一个家庭 可能确实没有七千块还债 当然也就不能理解 为什么这个家庭会一贫如洗 只剩五十公斤大米 却被收税人员扛走 所以说他的意思啊 就是现在人们的心灵啊 心呢 越来越硬了 这个社会当中按说有无数的温柔服务和情调生活 但那不过是商业 如果你没有获得发展 世界对你可能是一座冰窟 你处身其中 没人知道你寒冷 如果你瑟瑟发抖 别人将认为你喜欢这种感觉 或者是在博取同情 你相信法律一定要严 欠债一定要还 有病一定要治 税费一定要交 这都是真理 但真理总是无情的 而为GDP发展尤其如此 你能理解他 我理解他的意思 而且他这话等于 我觉得都在批评 我们自己都有这样的问题 真的就像他讲的一样 我有一次在等人的时候 我不是专门 我在等人的时候 观察了将近一个小时的 一个乞丐的所有的行为 我看出他是在有表演的成分 但是当你 你开始一分 第一分钟我同情他 五分十分钟以后 我发现他是有表演的成分 我在旁边觉得有点 但是当你观察到 二十分钟三十分钟 你发现他这样表演 来谋生的时候 你真的同情他 你去试试看 你去试试看 你把饭丢在个垃圾桶里 然后你再把垃圾桶 拿出来给小孩吃 你去试试看 人不走到绝路上 会这样做吗 所以我那个时候 我就对 了解 尽管 temps 你去试试看